在19世紀的中期,歐洲的牽油橋出現了萬煙式的倒塌 惡劣的天氣令到橋樑沒辦法繼續再重 德國工程師小約翰競標一個史上最昂貴的調橋方案 坐標位於紐約城市 官員對於造價懷疑,但當時曼哈頓已經是人口過盛 1867年的政府通過了小約翰的提稿 避免歐洲橋樑的設計缺點,小約翰使用了動態橋的方案 兩岸設橋柱並且設了橋索分散力的力重量 當橋的長度越長,這個方案就越理想 但小約翰採用了對角線式的南城鋪排 以這種方式建造橋樑的話,工程的用料是超過了歐洲橋的用料所需 橋體的穩定性會提高,令到每一條纜線承受更加少的重量 橋等超過480米,是史前長度的1.5倍 整體理論上是要符合14680噸的重量 用了5600公里的鋼線 橋塌離海平面90米,屬於西半球最高的橋樑 小約翰對自己的設計非常自信 在1869年視察的時候,一艘快艇撞向了小約翰站立的工作區 小約翰一個月之後,離世了 小小約翰另一個受認證的工程師 在小約翰死了之後,就幫他繼續橋的工程 海底撈石需要用到當時未受認可的技術 工人將器物箱延降到河床 用導管將氣體輸入排水 形成一個海底的加壓室 短短3分鐘,開始了河底滑掘 向下滑的同時放塊石頭在沉上上面架壓 建底的情況之下,就鋪上水泥鋪墊底 加壓室工作屬於絕對高危 當時只有明火或者加熱的氣體燈作為照明 上司亦不批准緊急撤離 當時潛水病仍未有例可查 按資料描述,工人只是描述說頭痛,然後就死了 1872年,連總工程師小小約翰也差點因為這個病 而過了身 當然他沒有過身,他可以走的 他離開了施工現場 但這個病也導致他終身臥床 為了令到你們對潛水膚病 這個病是有一個比較好的了解 我放了幾張圖 表面上看是一個人突然肿長 但其實醫學上來說是那些氣體 進入了他們的細胞、關節、神經 後果其實是很嚴重的 我給你們看內臟圖 還有顯微鏡圖片 接受不到的就不要看了 你看了你就知道什麼事了 而且這件事是沒有得意的 那是跟著你一輩子的 那後來是有些發明可以令到一些人 排氣罰的發明令到這些病 可以所謂的在施工的狀態之下預防 但是開工就是這樣了其實 除非你不用做了 對,繼續回我們剛剛的話題 那麼小約翰的家族姓呢 是Roblin 是羅布林 羅布林家族非常之堅定 他們是一個家族成員 叫做Emily Roblin 就繼續開工 而且苦練了物理學 一個女孩子學物理 而且去監督這條橋的建造 他成為了這條橋項目的負責人 但是在1877年大橋超資 也都審計得到工程使用的濫索呢 是不符合規定和標準 是承受不到橋體的重量的 簡單點來講就是工程欲料實當 導致施工的橋是需要拆橋 重造再加固 十四年 四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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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金 是美金 十九世紀 四億美金 三個人 絕對夠做 好巧 1883年5月24日 哥德式的橋塔正式通行 紐約地標 布魯克林大橋 相關的 紐約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